雷鹏眼镜怎么来的呢 1923年一位美军中将飞越大夕阳时 发现高空中的强光会造成头痛等问题 因此请医疗设备公司设计了专属飞行员的绿色墨镜 飞行者Aviator 到了1937年才正式以雷鹏Ray Van 也就是阻挡炫光的名号上市贩售 结果不止军方也大受一般消费者欢迎 才慢慢也变成今天众所周知的眼镜品牌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